羅家聰博士的專欄《一鳴驚人》 標題為《中國危機是最終歸宿》 隨著外資撤離中國以及過去幾年的一系列封鎖 很多企業倒閉造成了大量的失業 住房銷售受到重創 導致開發商旁視騙局的終結 也就是說開發商通過回收房現金 來反覆增加投資的鏈已經斷裂了 這條鏈的斷裂令開發商也無法償還債務 這個造成了一系列的違約 這個反過來又會傳導到其他的領域 首先受影響的就是信託業 但是其他金融業遲早也會受影響 正如本專欄所討論的 它造成的直接影響是好像日本一樣 這個意味著長期的債務去槓桿 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 但是這個並不是故事的結局 只有在謹慎管理的情況下 所有的平倉和去槓桿化過程 都有罪進行時 才會出現日本這樣的結果 如果去槓桿化過多或者過快 這種秩序就無法保證 無論怎樣有罪進行 很大一部分的私營部門會出現破產 最終導致主權破產 中國在戰時由中國國民黨統治 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全球經濟大蕭條 和政府的體制性腐敗導致了持續多年的資本外流和經濟衰退 很自然政府傾向於通過印鈔利利保赤字 無中生有故事的結局似曾相識 將債務貨幣化導致匯率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 在經濟蕭條初期 中國在1932年至1934年經歷了通貨緊縮 然而 如富途所事 整個時期的貨幣擴張並未停止 蕭條期過後 經濟復甦 預算赤字不但沒有改善 反而更加嚴重 貨幣擴張與這種指數速度一致 表明政府支出和印鈔不受控制 結果 貨幣以類似的方式貶值 幾年後開始惡性通貨膨脹 最後這個政權在1948年跨台 中國會走哪條路?日本路線還是國民黨路線? 這個要看情況 尤其要看是否發生內戰 內戰會令經濟和政治制度崩潰 如果目前的獨裁政權足夠強大 能夠鎮壓所有革命而避免內戰 那麼 由於中國的貧窮狀況和大量失業 有罪去槓桿化的結果 將會和日本不同 相反 很可能會發生像毛澤東時代 或者北韓這樣的大饑荒 這個並非誇大其詞 微常債務黑洞巨大 隨著信託基金 甚至銀行遭受重大損失 去槓桿化進程 將另大量資產蒸發 造成包括億萬富翁和中產階層 在內的廣泛破產 最後 除了註銷大部分債務 可能別無他法 這個意味著同等數量的資產蒸發 會影響到很多其他人 這個將有效感摧毀大部分市場 並回到國家的目標 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共產主義 本文編譯至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China's Crisis 袁文康在英文《大紀元》 本文字幕製作人